如果要问最近什么剧最解压 那一定是这部开播后 因为全员喜剧人而爆火的古装清戏一剧 清清日常 才上线几天 就拿下聚集热度总榜州冠军 相关话题一个接一个 在这部剧里 女性角色终于不用被迫辞敬 而是手拉手一起互帮互助 男性角色也终于脱离了夺敌的怪圈 从另一个角度展现自己的生活 几位皇子和秀妮们先婚后爱的生活 更是像极了没有剧本的大型恋宗 谁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一起聊一聊 清清日常中那些具有反茶萌的喜剧人 一 茶言茶语的打工人郝佳 最开始陈小云饰演的郝佳刚登场的时候 很多观众忍不住对这个说话 茶里茶气的家子音女二号皱眉毛 抵径按照国产剧惯例 这样的女配角绝对会成为 男女主角感情路上的教室棍 但万万没想到 郝佳对茶族男女主角的感情毫无兴趣 而是兴致勃勃地把这场选秀 当成了毕业生大场面试 不仅来之前就针对几位少主做足了攻略 面对自己心仪的东佳更是主动出击 短短几句话就让迪少主引颂 主动求取他做侧妃 面对成亲第一天就给自己立规矩下马威的正事 更是表面七七惨惨七七 实则狠狠拿捏迪少主的怜香细域之心 而在和普信男迪少主相处的时候 面对男人的精神攻击和PUA 好家表面上唯唯诺诺 实际上内心吐槽的弹幕满天肺 还躲在对方怀一番白眼 又真实又搞笑 但喜剧的内核又是悲剧 好家的反茶门和内心弹幕看似有趣 却是从小因为母亲在后宅受折磨 而总结出来最适用的生存宝典 她把丈夫当成东家 把正事当高管 而自己则是一个不想尚未知向 长命百岁的打工人 只有自己在东家面前的脸面 自己的母亲在家里才能受重视 二 原种兄弟松老五隐七 大概每一部喜剧中 略显高冷的男主角身旁 都会有一只宛如拖江野马的哈士七 而无少主隐七就是这部剧力的哈士七 上一秒看见被病犯了 走不动路的隐正 还特别有兄弟情的上前搀扶 胸脯拍得帮帮像 一副兄弟大过天的架势 下一秒看到好家路过 就被美女勾了婚 随手把兄弟一扔就跟着跑了 真正诠释了什么叫有点兄弟情 但是不多 上一秒被绑着成亲 在武立志高强的新婚夫人面前耍横壮胆 下一秒就因为牛皮吹多了 在掰手腕时被掰断了手 上一秒还几几惨惨奇迹地表示 自己在这个家带不下去了 收拾东西要离家出走 下一秒就被男的装进了 全部家当的包袱抡倒在地 而且无少主和武夫人这对喜皮也很好客 虽然一开始两个人气场不合 老五又总是作死 但是当郡主伤心离开之后 武少主第一反应就是跟着老婆回单川 努力学习便脸逗老婆开心 还主动休息难得 从麻将到火锅 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 妥妥地追起火葬场 三 笨蛋反派宋武 当尹征的头号爱慕者宋武登场的时候 观众还以为会看到老套的良女征服戏马 但是看着看着就发现 这个反派怎么这么笨 不仅给情敌李薇的刁难被尹征一眼拆穿 还总是灰头土脸的韧灾 比如明明装吕茶装柔弱给尹征展示伤口 并且说李薇坏话 结果被真哥哥戳到伤口后疼得面目猙獰 连家子音都忘了 虽然看起来每天都在想方设法刁难李薇 可是李薇没吃什么馈 宋武倒是把爱情的苦尝了一遍 更惨的还是他明明都那么努力的真帝李薇 还要被自己的丫头吐槽 他爱的不是六少主 而是六少主夫人 配上李薇那个我以为你想害我 谁知道你想泡我的表情简直让人笑死 但是最神奇就是 观众一点都不讨厌这个明面上的反派 尤其是知道自己的心上人尹征又被止婚之后 那句声嘶力竭都我炸了 直接把自己哭成了表情包 从此之后更是以心帮李薇对外 直接把我的情敌由我来守护写在了脸上 四 当代互联网嘴提苏慎 苏慎是四少主府中的管家 从小看尹征长大 两人不是亲人胜死亲人 当苏慎看到尹征陷入情网时 比谁都开心 但他看到女主小微后知后觉时 内心肝着急 于是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 以一己之力扛起山征海卫的恋爱大气 多次尹征难以开口的话 都从苏慎嘴里说出来了 堪称互联网嘴涕 例如尹征喜欢小微想改立他夫人 苏慎先捅破的 尹征的优点 苏慎口中说出来的 尹征也是口闲体质 嘴上让他别说了 手却很诚实地给他按按竖大拇指 总的来说 这部清清日常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反派角色 每个角色都很有喜剧人气质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